高雄有民众求助 日前呢 他说自家的这个水龙头啊 连蓬头老是被一粒粒 黄色的碎石给塞住 就算清理完 不久了又冒出来 不禁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 是这个自来水 还是热水器出了问题呢 原来正确的解答是啊 因为南部的水值过异 倘若水管跟水塔就没有清理 加上热水超过40度以上 很容易呢 会形成碳酸钙等结晶 也容易堵塞管线 转开水龙头 瞬间流出大量含有杂质 土黄色的自来水 会定期清洗 不止管线堵住 因为就连蓬蓬头 恐怕也塞住 打开蓬蓬头 仔细一瞧 一粒粒看似黄色碎石 民众一头雾水 不知道究竟是自来水 还是热水器出问题 而其实答案就在于水值 南部的水比较偏硬 遇热以后产生碳酸钙 住在南部的民众 纷纷感同身受 高雄有网友 日前的网络求助 说家中水龙头 蓬蓬头老是塞住 原来南部因地质关系 水值所含碳酸钙 结晶度高于北部 尤其在枯水期 原水硬度更是增加 倘若水管水塔久久没清 加上热水超过40度 很容易形成碳酸钙等结晶 堵塞问题该如何解决 水管清洗业者也提出建议 除了水管水塔定期清洗 也可换装恒温热水器 或是在家户进水端 加装软水器 软水器它是加盐定 变软水以后 就比较不会产生碳酸钙 一个月两个月 要去检查机质一下 受限环境条件 南部乡亲要避免管线堵塞 势必得多费一点心 借高雄中吧